这样的小人要怎么画 今天我来讲一讲 认真听你也会 先帮我来个双击关注 收藏一下 谢谢 左边画一个放大版的 先画两个小半圆 黑黑的就可以 这就是小人的上半身 把它缩小一下 然后把它的腰带画出来 腰带不换好 裤子容易掉 然后画它的大腿 然后把它缩小 接着画它的小腿 一样把它缩小 接着就是它的大脚丫子 画个八字布 站得稳 然后涂一个小黑带 这就是它的头 然后左边画出它的手 右边画出它的手 姿势你自己可以定一下 换完手最主要的来了 就是在它的脚下 画出头影 这个头影有纸笔 可以用纸笔 没有纸笔的情况下 可以用小棉签 或者最实用的就是用着纸巾 把纸巾的头 用手给它揉出一个尖 揉出一个尖 然后滑了滑了 涂了涂了就可以了 有纸笔还是最好用纸笔 往右一涂了 这个小头影一画出来 是不是小人就站起来了 左边是放大版 右边是缩小版 画这张小人画得越小 它的立体感会越好 是不是特别的简单 好了 眼睛学会的帮我来个双击 最后考你们一个问题 这张纸上有多少个小人 评论出来 看看您的眼睛溜不溜 一许体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